如、世、道和中国传统文化 上、中国文化要义 春秋之后的2500多年中 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的是儒家、世家和道家 这三家的鼻祖、孔子、世家牟尼和老子 也因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长久的受到后人的敬仰和崇拜 不知是历史的巧合 还是天意的安排 孔子、世家牟尼和老子处于同一时代 老子的出生年月不祥 公元前566年4月初八 世家牟尼出生在今天的尼泊尔 又过了15年 即公元前551年8月27日 孔子出生在山东区部 中华文明也因了这三位圣人而意义生辉 孔子儒家中国传统文化 公元前551年 孔子出生在陆国 他名修、自重迷、姓孔氏 孔子家里很穷 社会地位也很低 他长大后 做过小力 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 他用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 带领弟子周游列国 奔走游说 但是他的主张一直没有得到重视 在63岁的时候 孔子回到了鲁国 鲁国最终也没有重用孔子 孔子也不再要求出来做官了 此后 孔子潜心于授徒讲学 编撰典籍 熟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 在这迟暮的九年里最终形成了 最为著名的是 孔子完成了被称为六义的诗、书、月、礼、义、春秋的编修 除了后来仪式外 其他经书一直是后世王朝学校里的基本教材 孔子还根据鲁国的史书做了春秋 上起鲁尹公元年 前722下旨鲁埃公14年前次八妖 奉包括鲁国12个国军 以鲁国为中心技术 尊奉周王室为正统 以殷商的事迹为借鉴 推而上成 下、商、周的传统 文词简约而旨意广播 五、楚之国自称为王的 在春秋中仍贬称为子绝 晋文公与诸侯会盟 实际上是赵周湘王入会的 而春秋中却必会说 周天子寻寿来到河阳 依此类推 春秋就是用这一原则 来褒贬当时的各种事件 后世称之为春秋笔法 孔子是中国教育史上 私人授徒奖学的第一人 在他之前 学在官府 孔子兴办私学 广生门徒 把教育对象扩大到了平民 把文化知识传播到民间 为古代的教育 做出了巨大贡献 孔子就学的弟子 大约在三千人 其中能经通礼、月、舍、御、树、树 这六种记忆的有七十二人 至于多方面受到孔子的教诲 却没有正式入籍的弟子就更多了 孔子死后葬在鲁城北面的四水岸边 他的弟子和鲁国其他人 相继前往墓旁居住的有一百多家 因而就把这里命名为孔礼 鲁国世世代代相传 每年都定时到孔子墓前祭拜 而儒生们也在这时来到这里讲习礼仪 举行饮酒礼 以及比赦等仪式 孔子的墓地有意请大 孔子故居的堂屋 以及弟子们所居住的内室 后来就改成廟 收藏孔子生前穿过的衣服 戴过的帽子 使用过的琴、车子、书籍等 直到汉代 二百多年间没有废弃过 后来 孔子的弟子们根据孔子的言行编成了论语 他成为今天我们认识孔子最直接可靠的资料 孔子创造了以人、理、中庸、教育学为主要内容 包括政治、伦理、道德、教育等思想在内的完整学说 期望规范上至君王、下至黎民百姓的行为 他告诉了人们什么是中庸、什么是人、义、理、智、信等 对中国、乃至东南亚的历史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那么孔子的儒家思想包含哪些主要内容呢? 一、人是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 孔子明确提出 人及爱人人渊 并进一步阐明夫人者 己欲利而利人 己欲达而达人 拥也 为人 应该做到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言渊 这种思想贯穿了孔子思想学说的各个方面 孔子更具体指出 能行无者于天下 为人以 这无者就是 公、宽、信、拟、慧 因为公则不武 宽则得重 信则人认焉 敏则有功 慧则足以使人 养获 这五种品德 都建立在对人的尊重关系和体谈上 此以赐教 文 行 忠 信 及学生要在这四个方面学习 学问 言行 忠述和信义 孔子特别强调 人的价值和作用 他认为 人既是每个人必备的修养 又是治国平天下必须遵循的原则 对于为政失智 他倡导立足于对人的关心爱护 以教化的方式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 提出 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心共之 为政其所未德 就是人的精神体现 他在倡导人 德的基础上 进而提出了一种大同的社会理想 即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 讲信修目 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 是牢有所忠 壮有所用 又有所长 官管故独废集者 皆有所养是故谋避而不兴 道谢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避 是为大同 理计理运 这种大同的社会 实际上就是人的精神得到充分而全面体现的社会 大同的理想难以实现 孔子退而提出 小康社会的理想 成锅钩石以为故 以义以为继 以正君臣 以赌父子 以牧兄弟 以和夫妇 以社制度 以利填礼 行人讲让世民有常识为小康 理计理运 这是初步贯彻人的精神的社会 二 理是孔子思想学说的另一个重要范畴 理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 由来已久 孔子认为 到了周代 理发展得最完备 因此 他最为重奉的是周理 在孔子看来 理是从天子到庶人 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孔子所谓的理 包含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两方面 其内在精神是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及相应的各种伦理关系 理的外在形式 包括祭祀 军旅 冠辉丧丧 朝聘 惠盟等等方面的礼节仪式 孔子认为 注重理的内在精神固然重要 而内在精神终究还要靠外在形式来体现 所以对这些礼节仪式 孔子不但认真学习 亲履亲行 而且要求弟子们严格遵守 因为理的内在精神 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 所以和每个人的地位名分又是相通的 行为上恪守自己的名分就是守理 阅出自己的名分就是为理 提倡君君 陈臣 父父 子子 礼乐 专乏自天子出 不能自法侯出 更不隐陪臣执国命 在家庭方面 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 因此 孔子不但明确提出正名的主张 而且还通过编修春秋 对种种为理建阅的行为 进行了基次贬示 三 孔子还提出了中庸思想 其要点有二 第一是中 第二是和 孔子所谓中 不是折中一条和 而是只在认识和处理客观事物时 要做到适度 恰如其分 而适度和恰如其分的基础就是从实际出发 孔子还提出了和为贵的观点 理本来是用来显示不同等级之间 人们身份差别的 强调和为贵 就是强调差别之间 不同等级之间关系的协调与和谐 对于这种中与和的思想 孔子主张不仅要作为一种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方法来看待 而且还应该通过修养和锻炼 把它融入自己的性型和品质中 成为人的美德 四 孔子一生 学而不厌 惠人不倦 在教学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教育学的思想 是他思想学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学无常诗 一生虚心好学 他提倡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智也 为正 称三人行 必有我诗焉 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恕而 又说要敏而好学 不耻下问 孔子也向他的学生学习 提倡当人 不让于诗 为民工 当子下问孔子 巧笑倩兮 美目叛兮 素以为炫兮 何谓也 孔子回答说 会是后素 又问 理后呼 孔子说 其余者伤也 时可语言诗以矣 八义 他在总结自己的学习经验时说 无常终日不时 终夜不请 以思 无意 不如学也 为林工 他提倡赠发学习 讲求学习方法 在知识的形成积累上 强调学习求的重要性 称自己是 我非生而知之者 好古 敏以求之者也 数而 要求弟子发愤旺时 学而实习之 温固而知心 他说 多闻 则其善者而从之 多见而实之 知之次也 数而又说 学而不思则往 思而不学则待 为政一方面要求 把思考分析建立在 学习探求的基础上 另一方面又要求 把学到 听到和见到的东西 加以分析研究 变成自己的知识 丰富提高自己 他还强调学与行结合 他说 君子欲乐于言而敏于行 认为只说不做是可耻的 耻公之不歹也 礼人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现问 孔子的教育实践与经验 为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形成 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 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者 他的上述思想 成为后世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之一 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价值取向以及社会心理等各方面 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人 义 理 智 信 为基础的儒家思想 重视人的道德修养 讲气节 重道义 关心别人 提倡宽忍平和 获达乐观 关注国家 人民的整体利益 讲求休息治平 这对于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 保持和谐的社会关系 稳定社会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 许多朝代的有道国君 都遵循孔子的思想制国平天下 对于孔子 汉代史学家斯马迁的评价是 诗中有这样的话 像高山一般令人瞻仰 像大道一般让人遵循 自古以来 天下的君王直到闲人也够多的了 当活着的时候都显贵荣耀 可是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 孔子是一个平民 但读书的人都尊他为宗师 从天子王侯到全国谈六亿的人 都把孔子的学说作为最高准则 可以说孔子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了 因此 知中华者必知孔子 不知孔子就不能真正的了解中华传统文化 可惜 到了近代中国历史 特别是中共执掌政权后 不断大肆破坏中国传统文化 孔子的思想也遭到了批判 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 人心不古 政治腐败等丑陋现实 就是中共对传统文化破坏的恶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